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氣管協會 巴拉圭峰會 在巴拉圭東方市交接的 巴西福斯市 舉辦了一年一度的 歲末聯歡晚會 並邀請了全體會員 以及駐外長官 各社團代表出席同樂 那麼當天 世華總會會長 李淑英 國策顧問師郭鳳朱 也遠道而來遇會 讓晚會增色不少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氣管協會 歲末聯歡晚會的現場 在禮堅士們精心策劃下 會場佈置得美輪美奂 復古的擺設 讓時空彷彿回到了六零年代 華僑摩托車隊 也慷慨出街愛車 供來賓觀賞拍照 硬邀出席的駐東方市總領事溫耀珍 抗力 與在場貴賓熱情打招呼 活動首先由婦女會禮堅士們 上臺表演懷舊歌舞 為晚會拉開序幕 接著主持人邀請周鴻兒會長上臺 帶領全體貴賓奇唱國際婦女會會歌 並歡迎世華婦女總會長黎淑英 國策顧問師郭鳳朱遠道而來 很感謝今天由我們世華總會會長黎淑英女士 還有我們國策顧問師郭鳳朱女士來到我們 來到我們巴拉圭來 很感謝他們 更感謝僑委會給我們這個機會 在這裡我謝謝大家 謝謝所有的朋友們 謝謝我們所有的師華姐妹們加油 僑委員陳傳庚 總領事溫耀珍 僑務參事吳風馨等貴賓 也盛讚婦女會發揮臺灣人的愛心 四處救濟困苦的弱勢族群 為中華民國政府做國民外交 婦女會平常各個成員在家裡 慈勞家務照顧先生的生意 而能夠在播出時間來做喬社的聯歡活動 同時他們也非常有愛心到各處去 關懷貧弱貧苦的弱勢職群 幫政府做國民外交 在這裡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辛勞 也讓讓我們僑姐有一個愉快的這個夜晚 貴賓一邊享用豐盛佳餚 一邊欣賞華僑摩托車隊隊員 拉風的汽車穿越會場 並登臺帶來歌舞演出 還有華裔小姐的進歌熱舞 喬熱現場氣氛 副會長張阿里也領軍表演手語 展現婦女會會員的才華 會中還穿插不可或缺的摸彩活動 眾多精美禮品擺放在眼前 備受現場來賓關注 僑胞們提供的熱舞街舞拉丁舞等節目 不斷地拉高現場的氣氛 贏得陣陣的掌聲 節目一下子就到了尾聲 婦女會團隊們的精心安排 不僅令全體讚嘆 也讓大家度過了一個美好夜晚 台灣橫觀電視林碩燕 巴西福斯市採訪報導